大家好 歡迎來到原始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是我們8月QA的時間 那我們就來回答一下網友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有很多網友在關心 我們這幾個月舉辦的精品咖啡喝到飽的活動 會辦到什麼時候 首先要感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這段時間非常多的朋友來到我們店裡 用這個精品咖啡喝到飽的活動 品嘗了很多咖啡 也都給了我們很多的回饋 這個活動目前我們會舉辦到9月底 9月底之後就不會再延長了 其實這幾個月因為下午來喝咖啡的客人比較多 那我們這個原始這邊 其實午餐晚餐都有在做這個私房料理 下午的時間有的時候因為我們這個餐點要備料 那我們內場的空間比較小 有的時候這樣子會不太順 另外一方面也是有時候我們備料產生的 可能一些油煙啊氣味 我也擔心會影響到品嘗咖啡的客人 所以未來我們會想辦法再去提升這個品質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給大家更好的服務品質 所以目前這個活動我們會舉辦到9月底 所以請各位如果想要品嘗甜品咖啡 那又想要喝到飽的方式 可以有更多選擇 來一起嘗試比較的話 可以把握最後的時間到9月底之前 我們會繼續的讓大家可以喝到飽 那關於喝到飽的豆單也是很多人在問 那其實這個豆單我一段時間 其實就會做一些改變 因為其實我這邊進的咖啡豆 我的量都不會進很大 那我會一批一賣完之後 我可能就會換一新的豆子上去 那這樣這個口味可以常常有變化 所以其實這幾個月我們從最初的 精品咖啡喝到飽的豆單開始 當然一部分一定會有我們台灣的咖啡 因為我們原始是主要在推廣台灣的咖啡 所以最初的豆單其實有很大一部分 我都放的是我們台灣的冠軍 周竹園這個莊園的咖啡 那我又希望讓大家可以比較不同的品種 所以裡面會有周竹園的藝技 跟周竹園的一般品種 那我又希望可以讓大家比較處理法 所以裡面又有這個藝技的日曬密處理水洗 那一般品種的日曬密處理水洗 所以最初我們光周竹園就有六支 可以讓大家互相比較 那當然後來我們這個第一批的豆子用的差不多之後 那有蠻多朋友想要嘗試看看各種不同的豆子 那也有國外的豆子 所以後來在豆單上 我們又增加了很多國外的咖啡豆 讓大家可以比較 那我們盡量都是選擇比較好的豆子 像是翡翠莊園的藝技 像是藍珊No.1 很多這個品質非常好的生豆 那我們會把它烘到一個 我覺得比較好的狀態 然後呈現給大家 所以這個一直改變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朋友給我們的建議 或是詢問 那我們都會希望提供給大家 更多的口味可以選擇 所以到後來我們有增加一些 中深焙的豆子 其實剛開始我們是淺焙比較多 那後來中深焙開始也陸續加入一些 不過目前還是以淺焙為主啦 另外還有一些像這個莫扎特 葡萄甘蜜處理 味道非常強烈的 那另外就是燕氧發酵 Wishwish最近非常流行 那喝了之後其實很多朋友覺得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剛開始我放的都是比較算是 味道比較淡雅為主的啦 其實像藝劑或像藍珊 它味道層次很豐富 但是都不是非常的強烈的這一種 但是像這個莫扎特或是Wishwish 它的味道就真的比較強烈 所以其實在豆丹上面 我們會慢慢的隨著口味 去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那在下一個階段的豆丹 我可能會放入更多的 台灣各個莊園的咖啡豆 那目前是以洲竹園為主 那下一個階段 我現在已經開始在收集 各個莊園的生豆 那主要會是以去年 全國賽有得獎的這些莊園 那我會一一的再來推薦他們 所以在9月開始 大家如果來原食精品咖啡喝到飽 可能就會開始喝到是台灣 有更多其他也是品質非常好的莊園 他們的咖啡豆 第二個問題是 蠻多朋友在留言說 我們在品嘗咖啡的時候 拍攝影片的時候 可以用盲測的方式 可以讓等於是這個 平常起來會更客觀更準確 比較不會有先入為主的這樣子的影響 好那其實我們在拍影片的過程 整個企劃 我通常在拍很多的這個嘗試測試之前 自己都試過很多次了 那所以在程式的過程當中 其實大概沖出來什麼味道 其實心裡都有底啦 那我喝咖啡喝二十幾年了 當然我沒有杯測試執照 我也沒有像一些大師話 喝一口就可以講出很多味道 但是其實一杯咖啡的味道 基本上我喝過我大概就會記得 所以當我已經測試過的這些咖啡 那我在拍片的時候再喝一次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都大概知道哪一杯是哪一杯 所以我覺得這個盲測是沒有太大的意義啦 那像我自己的影片裡面也會有一些盲測 那這些內容是真的 我就是也沒有先測試過 像上次我們在測試這個山水濾杯 新的濾山水 那我之前拍攝影片之前沒有先去試過 在拍攝影片的當下我真的是第一次試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來盲測的話 就會比較有意義 而且也是好玩啦 我覺得其實都主要是趣味為主 因為我拍攝影片是要分享我平常 在喝咖啡的一些體驗一些經驗 那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基本上我不是比賽的評審 所以我不會到說每一杯咖啡都要盲測 就像我們平常沖咖啡 其實也都會知道說這是哪一支豆子 那我們想要用一個好的方式把它沖煮出 我們想要的味道 所以平常我在這個拍攝影片過程當中 其實比較不會用盲測的方式的原因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看我們的影片 或是平常在喝咖啡 我都是希望以這個輕鬆趣味 那享受這杯咖啡為主 所以不要搞得很緊張 好像做一個很嚴謹的實驗 因為除了盲測之外 也有人說你要一次沖三杯喝起來才準 然後願意只沖一杯 有可能那一杯剛好沖得比較好 或沖得比較不好 當然這些意見都非常謝謝大家 也都是對的 甚至有人說你今天沖這個味道 你明天沖可能又不一樣 你要連續試好幾天其實這樣才準確 當然這些講法當然都是對的 如果你真的要嘗試到非常準確的話 可能你必須要一天沖三杯 然後連沖三天然後來盲測 可能這樣的結果是最準確的 不過我拍攝影片並不是在追求說 我要拍攝出一個好像很精準的科學實驗 怎麼樣最準確 其實就是希望跟著大家 一起來做一些有趣的實測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也都可以去思考 那其實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準確 你自己試試看 你自己喝的才會最準 因為我喝的感覺每個人的喜好也都不同 我覺得我喜歡這個味道 其實看的人也不一定喜歡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拍攝影片的過程當中 主要是把這個過程的經驗 那這個實測的這種區位性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當然是可以一起討論 那我們的技術怎麼樣可以再更精進 那希望說我們在拍的過程當中 跟看的觀眾 可以增加這個互相交流的機會 那我也不希望搞到太嚴肅 好像變成是一個很嚴謹的科學實驗 所以像我在這邊你會發現 現在很多人會用一些儀器 測試一些精準的數值 那當然我是沒有購買 這些儀器來測試這些數值 因為我會希望 是跟一般的使用者一樣 其實我們家裡面 有這些科學儀器去測這些數值 但是我們用我們的味覺 用我們的感官 那沖煮咖啡過程當中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調整 所以這個是我拍攝影片的 這個出發點跟目的 那當然不同的類型 可能有些人 他們會用很精準的方式去實驗的話 那這也是一個很寶貴的資訊 其實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他們的影片 那我這邊拍的影片 可能就是一個比較一般的使用者 然後日常生活的經驗 那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討論 那第三個問題 其實很多人在討論四六法的 這樣的手沖的方式 那我拍攝了幾支跟四六法 有關的這個討論的影片 那也都引起蠻大的迴響跟熱烈的討論 那我第一次拍的 我是用這一個古濾杯 那一開始我沒有用這一個破骨折版本的濾杯 因為我覺得這個濾杯真的太特殊 有的人太少了 所以第一個影片我用的是這個古濾杯就是 跟我們平常的濾杯流速比較接近 那它是屬於中等流速的濾杯 那可能大家自己手上有的濾杯 也比較能夠有類似這樣流速的濾杯的話 那它只要磨得比我們平常手沖再粗一點 其實就可以來操作四六法 那用四六法來概念啦 應該這樣講 它其實不完全是跟四六法可以一模一樣 因為畢竟濾杯差異性很大 但是用四六法的概念 我們就可以大概這樣模擬來操作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影片用的是這個古濾杯 其實一般的濾杯 也都可以用這樣的概念來操作看看 那後來我發現大家對四六法真的很有興趣 所以我就又買了這個破骨折版本的濾杯 其實最初我沒有買這個濾杯啦 但是我試用過 因為這個濾杯我試用完就發現它真的非常慢 那它是一個可以說是四六法專用的濾杯 因為其他的沖法幾乎是完全不能用的 那所以當初我會覺得說那買這個濾杯 它的這個效益太低啦 因為它只能用四六法 而且平常我並不那麼常用四六法 因為說實在的我自己在沖咖啡 所以我很少讓萃取時間會拉到這麼長 因為我也不想要花這麼多的時間沖一杯咖啡 因為它需要到三分半 那更不用說如果我是在店裡面出杯 有時候時間的需求啦 我沒有辦法讓一杯咖啡沖煮時間拉到這麼長 所以一開始我就沒有想要固定用四六法來沖煮 所以我也沒有買這個濾杯 那後來當然是看到大家對四六法這麼的有興趣 所以我就把這個濾杯買回來 那也做了流速實測 那也做了一些沖煮實測 那因為大家很有興趣 所以我在這個濾杯的四六法的沖煮實測 也做了很多 也找了蝴蝶姐一起來拍攝影片 所以後來用這個方式來沖的話 就會更接近破骨折它原本所設定的四六法的過程 那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時候啊 就是到底你是用哪個濾杯 它的差異性就會非常大 因為這兩個濾杯我們在做流速實測 測出來它的整個萃取的時間 它的差異性真的很大 所以很多朋友在留言問問題的時候 我都要一直強調 如果你用的是破骨折版本的話 你粉就要磨到非常非常粗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一般的這種濾杯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磨到這麼粗 因為我們會希望說 四六法它沖煮的過程當中 每一次注水的間隔是45秒 那我們這個粉的粗細 就是讓它在45秒左右 其實45秒之內可以流完是最好 所以我們大概是用這樣子來判斷粗細 所以你如果是用一般流速稍慢的濾杯的話 其實是可以不用磨到這麼的粗 但是如果你是用這個破骨折版本的濾杯 你真的是需要把這個粉磨到非常非常粗 那也有很多朋友說它已經把粉磨到很粗了 甚至它已經把它的磨豆機開到最粗了 但是它還是很慢怎麼辦 那我們之前有拍過一支影片 是在討論怎麼樣去加快流速 那裡面有提到就是說可以換濾紙啊 或是塞細粉啊 其實這些對流速都有幫助 那我把這支影片放在資訊欄 如果大家遇到這樣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到資訊欄稍微看一下 可以用這個塞細粉的方式 看能不能幫助它的流速可以加快 那另外就是我們充足的力道可以加大一點 因為它如果細粉都往下沉到最下面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就是會整個在最下方塞住 所以加大的注水力道也是有幫助的 那這是我們今天8月QA的影片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精品咖啡喝到飽的活動 只會進行到9月底 所以如果對於想要 嘗試看看這個精品咖啡喝到飽的活動的朋友的話 那要把握最後的這段時間 那我們9月一樣就是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這4天的下午都可以預約 12點到5點都可以預約我們精品咖啡喝到飽的活動 那請大家可以把握最後的這個機會 那之後雖然沒有精品咖啡喝到飽的活動了 那也是歡迎大家可以預約來原石下午茶 那我們也會繼續拍影片 跟大家一起來討論咖啡的內容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